好 今天來開箱的 要跟大家證明說 曾韻鵬不是只有鋼彈 還有超時空藥塞 超時空藥塞也是 我國中國小的時候的動畫作品吧 那時候最有名的叫做 動畫版的那個Makuros 愛還記得嗎 這一個超合金 是最近才推出的 據說是超時空藥塞的版權 開始國際化之後 那他所出的紀念版 超時空藥塞有一個重要的歷史定位 就是他當時那個Makuros這個動畫 他在設計機器人的時候 是第一個設計到 飛機三段可變 那什麼叫三段可變 讓阿鵬老師來教一下 就是飛機 這個叫做Guardwork 就是兩腳步行的半飛機半機器人 到最後的機器人 這台真厲害 你看 這第一次開箱 所以剛才連塑膠袋 都是第一次開的 真漂亮耶 為匯流的所有觀眾們 開箱這台VF25 這台真的還滿重的 這是飛機型態 它細緻的地方 一般就在它這個翅膀 還有一個保護套 以免刮到漆 它通常 他們這個超時空藥塞的機器人 一開始都會以那個 應該是F14吧 大黃蜂的形態 後來再慢慢改建成這樣子的 那現在我來示範怎麼把它變成 這有點可怕 怕掰壞 它變成雙足運 雙足的那個 Guardwork的形態 它就是可以把它飛機跟手拉出來 變成一個半飛機的形態 Warner Clips 掉下來了 不要造成終身的遺憾 來 這個把它放回去 OK 簡單變形 拉開來 日本在做 這個機器人的 玩具的時候 是很有射擊經驗 所以他們在做可動機制上面 會比美國系列的那個 變形金剛來說會細緻一些 頭轉過來差不多囉 已經變形了大概七成 頭瞄一下 你這樣很熟臉嗎 我沒有很熟臉 這個有點小恐怖 摺來摺去啊 但是怕把它摺壞 然後我知道了 這個這樣 OK 瓶頸突破了 這支要多少錢 感覺妳是代替我太太問我了 好啦開玩笑啦 這一支我印象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七千吧 那你怎麼有幾支 我覺得妳真的是我太太派來的 家裡應該 應該七八支吧 不同世代 我已經滿身大汗了 已經 我已經滿身大汗了 暫時這樣拿一下 好 先拿 這個喔 看機器人 機器人很棒啊 你覺得 他就是 他就是 就是看他機器人可以組裝起來 就算了 好 所以今天是要證明 鄭運棚不是只有鋼彈 還有超級空要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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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